近日,这本山女儿球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余月仙,并配上了余月仙生前在舞台上表演的照片。 在悼念文中她说,你是很多人的大脚神,可我只叫你仙怡,仙怡再见,你在天堂要好好的,我会想念你的,大家都会想念你的。 自立行间透露着悲伤和难过,悼念文一发出,很多网友纷纷前往球球的评论区留言,可见大家都对余月仙的趣事非常难过。 除此之外,在得知噩耗之后,球球还删除了视频平台的段子视频,取消了之前约定的直播。 据悉,余月仙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,早年她虽然也拍摄了很多的电视剧,但是一直都岌岌污名,可以说是因为赵本山让余月仙一夜爆红。 大家对于余月仙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乡村爱情中卸大脚的角色。 赵本山之所以会这么帮助余月仙,主要因为她是赵本山老婆的表妹。 据悉,赵本山老婆经常让赵本山照顾余月仙,两家人的关系特别亲密,于是赵本山把戏大脚这样重要的角色交给了她。 只能说事事无常,希望余月仙老师一路走好。